再來是我們第二組參賽者 歡迎 Felly姐好 Pick哥好 評審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來自台中教育大學教育系的 我是游慕榮 我是胡家豪 你們好 不是有三個人嗎 還有一位咧 我們那一位同學今天身體不舒服 所以我們只能帶著他的意志過來 今天身體不舒服 那你們三個人一起拍攝的這個主題叫做 辛普森與你 蛤 為什麼 辛普森 因為我們平常很喜歡看這部卡通 是 所以我們就想說 就拍一下這個卡通過程 是 然後就帶給大家歡樂 好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他們帶來的 辛普森家族 搞什麼 快點回來啦 哇 才剛喝一口耶 不 誰關於那麼多塊 你給我就對了 老爸 我們的生命之全沒了 不准給我頂嘴 你走得像現在的年輕人一樣 跟草莓一樣 只是水打翻而已 就在那邊哀哀叫 可是 老爸 這裡是沙漠啊 沒有水 我會哪戲啊 你先掌掌啦 我等一下就證明給你看 沒有水 我們也是可以活得好好的啊 真的嗎 好熱喔 好渴 天啊 流水 太陽怎麼那麼大 我可要渴死了 到底是誰說沒有水 也可以活得好好的啊 這句話不是老爸你講的嗎 真的是喔 爸子啊 是不是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當我們發現問題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想怎麼解決啊 不是在那邊東冠西冠 還有抓戰犯 這一點你就要像老爸我 多多學習啊 現在講這個都沒有用啊 我覺得 我們現在來挖水井好了 我們只要挖到一個水井 一定就可以水可以喝了 那我們就得救了 好吧 那我們就來挖水井吧 好酸喔 天啊 怎麼都還是沒有水啊 這附近一定是有人養育 把地下室全部抽乾了 我們才都挖不到水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還是來跳 奇雨舞比較實際 快跳吧 爸子 我 為什麼是我要跳 老爸 奇雨舞這個鬼點子 是你想的 要就你跳啊 鼠中無大將 妙化當先鋒 你會叫我跳 還不是因為這是一個賽缺 不然呢 看來傳道橋頭自然指 則由我來完成這個使命了 很久 十里十里 別再拉了老爸 你再拉下去 我都想要上廁所了 而且聽你唱歌 看你跳舞 好渴喔 爸 爸子 你看 前面那邊有正妹耶 我們趕快往前趕路 就可以跟正妹搭訕 還有藥水喝囉 正妹 正妹在哪裡 老爸 老爸快帶我去 就在那邊啊 正在前面 我們快走吧 走 哇 正妹子真的是很漂亮啊 爸子 如果我在找十年遇到她 你老媽就該換人啦 老爸 為什麼這個人不是我老媽 你年輕的時候都在幹些什麼 才只找到像老媽這樣普通的女人啊 小姐 小姐 請問你有水可以 嘿 河媽 爸子 你怎麼在這裡 優秀啊 這是什麼鬼啊 我被死了 天啊 太恐怖了吧 你這位婆娘是在幹什麼 既然要旺美之渴 看到最漂亮的我 就應該解渴啦 怎麼變旺美之渴 哎呦 真是沒禮貌耶 幹什麼 對啊 我現在完全知道吳哲全沒有來 是因為他還有羞恥心 對 真的太好了 聰明 請問你們在幹嘛呀 對 也是 對 而且你知道為什麼你像辛普森嗎 為什麼 身下巴 對 我跟你講 連辛普森 河馬本人 都比你有下巴你知道嗎 對啊 而且你們為什麼連道具 也都不好好準備呢 河馬沒戴眼鏡 對 你為什麼不戴個隱形眼鏡呢 因為我們想說道具簡陋一點 這樣比較有簡陋的風格 這是你的風格是不是啊 已經夠簡陋了 對 好 沒有關係 我們來聽真正專業的人 怎麼說 好 展瑞老師 好 我先訪問你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後悔 擔任這個 沒有 我覺得 有沒有 我覺得想想想 你知道他昨天看我們的重播 是 他就一直批評我說 展宏你講話要大膽 你這樣講話就是不行 要狠一點 不是 你就看他什麼表現 我在家看我是真的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展到那麼嚴肅 是 那你講 因為人在面前 很期待喔 很期待耶 其實我得鼓勵他們 其實你們願意來真的很勇敢 因為我如果 是不是跟我用同一招 對啊 爛招 但是我覺得剛剛你說 你想要讓 我覺得你前面有點太久 就是一個劇情通常你要想 觀眾他在前30秒 可能甚至10秒 他就要馬上知道你想玩什麼梗 那因為剛剛其實連看到結局 才會覺得 你可能是想玩那個媽媽轉身那個梗 那你前面這個鋪陳就太久了 所以他全部只想玩一句成語梗 叫 旺梅直渴 對 就是這樣 就這樣 所以他晉級之後 他會再想另外一個成語 對 然後再來晉級 譬如說一馬當先 然後就是合馬一個人 然後就 我先 我先 好有梗喔 一馬當先 好看 好看 我希望你們可以進去 我也有隨隨便便都比他們好看 拿我們自己一組吧 誰要跟你一組啊 但是我覺得如果有一些建議 是你應該要加一些 現實生活中 會有共鳴的事情在裡面 然後如果你確定 你最後的結局是這個梗的話 你前面應該要繞著這些事情走 因為這樣到最後結局 人家就會覺得 原來你是一路撲過來的 對 不然會就是真的是一段一段 或者是一句一句 都各自想想各自的話 然後湊在一起 對 好 是 展榮老師盡力了 那我們想聽一看 展榮老師還擠不擠得出話來 可以 就是 我其實我滿喜歡他們這個組合的 因為真的沒有聽我說 因為我覺得他們這種 ㄎㄧㄤ的東西 其實在比賽裡面是很不吃香 因為大家沒有辦法 有時間去認識你們 其實你們剛剛的東西 如果說今天是你們在班上 或者是說你們在學校裡好了 可能全校都認識你們 他們懂你們的風格 他們就會很容易笑 那我可以建議說 其實你們下次其實應該要更有自信 因為其實你們只要一沒有自信 講話只要稍有一個卡詞 或是說覺得講話有個鈍鐵怪怪的 那這樣其實觀眾就會開始 有空餘的時間去挑你其他的毛病 對 你只要有辦法 其實我覺得剛剛一樣的內容 你們只要有辦法從頭到尾不要卡詞 然後從頭到尾超有自信 連講台語都是我自己講 那種力道十足 其實觀眾不會去想其他的東西 對 要有靈魂 對 因為剛剛太像在背台詞了 對 那我們就開始想說 好 既然你要背台詞 那我就有時間來看別的東西 好 那你們準備要面對我們的戲劇組 大魔王了嗎 就是我們的阿堅老師 哎呀 我們是溫和組的吧 對 我覺得你們表演得太好了 100分 哇 哇 你真是講話 不行啊 幹嘛 不行啊 這網友這樣沒辦法接受 網友會覺得我人很好 堅哥你要加入他們是不是啊 不行啦 那我就必須要講說 你們的表演的問題是在於說 今天要玩喜劇的話 有一個很大的 就很多人會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說 就是真正表演的人不在乎這件事情 你口真的渴嗎 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會危機到你的性命 假如是真的 假如是真的的話 你們的表演不會是那樣的 對 那假如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你們表演又很入戲的話 那觀眾才會在乎這件事情 也才會想說 你們到最後要怎麼解決 你們活不活得下去 不在乎的喜劇是最可怕的 沒有共鳴 對 表演者不停的想要搞笑 因為我在演喜劇 所以我要搞笑 但是忽略了真實性 沒有真實性 想要搞笑 觀眾就死都不笑 另外就是說 你們既然要模仿這些人物的話 那就要模仿 河馬的一些口頭禪 倒 沒有 你小子 對 還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些 Sandy怎麼樣 就是 這一些 你有沒有覺得Ken哥 真的還滿像辛普森家族的人 就是這些內容 你可以加進去 假如沒有這個樣子的話 那等於是扣分 對 我寧願你們照現在這個樣子 在沙漠 然後演父子 還是什麼 都好 我一直在想說 那辛普森在哪裡 辛普森在哪裡 然後最後我看到的是 這一對父子 連他的媽媽跟他的太太 都認不出來 怎麼可能 我不相信 他們為什麼會演辛普森 就是因為他們就在 一樣是那個成語的問題嘛 望美之渴嘛 對啊 所以這個東西就不合理了 你為了要兜這個梗 你把所有的不合理都接受了 觀眾是不會買單的 加油 我們來看看 三位評審老師給的分數如何 請給分 恭喜為了 七十九點七分 恭喜 謝謝 謝謝